小岛的一所房间里 几位老友正在聚会 只是他们没想到 这里很快将发生一起命案 这个女人名叫安妮 她是聚会人员之一 早餐时间 见到一个叫老乔的人 时时不下来吃饭 安妮来到老乔房间查看 不料却让她看到惊人的一幕 只见老乔被调房梁 貌似早已死去多时 家人们好 应据探长威拉有新的更新 我们挑选情节相对精彩的部分 给家人们进行解说 希望大家喜欢 举中正值圣诞前夕 威拉给大家准备圣诞礼物 其中一个叫比利的小伙 她是刚入职的新人 准备礼物 当然也不会少了比利那一份 美好时光总是短暂 巴特接到电话 威拉的上司亲自打来 领导通知不久前小岛上 发生一起命案 死者名叫老乔 他是一位主持人 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 领导打电话过来 就是让威拉小心应对 此类案件极易成为媒体焦点 不注意就会制造时段 威拉将消息通知下属 通过下属交流 威拉得到两个消息 第一 老乔是旅游节目主持人 第二 他因性骚扰某位女性 不久前遭到电台开除 威拉来到案发点 房间里除安妮外 还有另外二男一女 就是说 昨晚连死者老乔 共有五人在这里聚会 威拉随着安妮 来到老乔房间 此时老乔尸体 仍被吊在房梁上 拉开窗帘 借着外面光亮 威拉发现床单上 貌似有被人踩过 留下的泥巴印记 老乔的脚底光滑 没有泥巴 威拉拿起他的鞋子 他的鞋底同样光滑 没有发现泥巴 这样看来 老乔死得蹊跷 也许他被人弄死后 凶手伪造现场 把他挂去房梁 威拉将线索同步给巴特 此时巴特也正驾车 赶往案发地点 威拉这台车品质确实不错 从第一季开到现在 导演也没给他换车 基于这种情况 威拉有必要 对参加聚会人员进行问询 穿红色上衣的叫菲利普 黑人女性叫路易莎 黑人男性叫山姆 她是路易莎的丈夫 昨晚只有他们五人在这里 除安妮早上去叫老乔外 没人进入老乔房间 几人是同学 此次聚会也算老同学相聚吧 对于前不久的性骚扰 路易莎解释 老乔说完全是无中生有 一派胡言 自己没骚扰过任何人 安妮提醒 他们几人第一次来海边相聚 时间是1977年 但遭到山姆反对 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路易莎本人 自那以后 几人每隔五年会来海边小屋聚会一次 时隔不久 巴特带着刑侦队赶到 他们开始对案发点展开侦查 老太太比较关心她的车 她询问巴特 有没将自己车刮话 其实就算刮了 巴特也不会承认 威拉将了解的信息 同步给巴特 老乔的前妻轿下落 那个女人是北部最大犯罪家庭成员 老太太怀疑 老乔之死绝对没看起来那么简单 法医很快证实威拉推断 老乔脖子上没有威形勒痕 只有一道直指淤青 说明她是死后被人挂去房梁上 她的真正死因是窒息而亡 老乔嘴角残留枕头上纤维成分 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昨晚一到三点间 窗户是关着 房间钥匙在老乔自己抽屉里 目前不清楚凶手 如何进入房间弄死她 聚会的几人 瞬间都成为警方怀疑对象 威拉通知他们 只有嫌疑排除才能离开 现在他们只能留在岛上 大家介绍了昨天情况 菲利普最先的 房间钥匙就放在外面石头下 大家都知道 一共有两套钥匙 此刻两套钥匙都在厨房 威拉查了老乔财产 那货有两套房子 总价约三百万英镑 他没有其他欠债 应该说生活相当滋润 两人将老乔死亡消息 通知前妻下落 前妻介绍 老乔去岛上前天晚上 还在下落假过夜 两人虽然没和好 但混战这种事情 还是可以发生的 老乔离开的时候 行为怪异 他主动切了下落 要知道 就算两人没离婚 老乔也没那么风骚过 前妻介绍了老乔几位朋友 那几人下落也认识 菲利普是一位牧师 路易莎和山姆 希望能开一所小学 安妮前夫叫丹妮 两人都喜欢孩子 路易莎妹妹叫小贝 1982年聚会时 小贝因与老乔吵架 驾车离开小屋 不料遇到长朝 小贝被水淹死了 实在搞不懂 那几人为什么还去那里聚会 面对威拉询问下落犯罪老爹 下落听出威拉语气 她毫不客气提醒两人 父亲住在养老院 她与老乔知死无任何关联 警局里 大家汇总线索 关于老乔性骚扰案件 系统并没记录 只有一篇报纸 报道过该事件 威拉只是黑妹 想办法找到那位记者 核实报道的准确性 巴特带来消息 留守岛上的警员比例报告 安妮和菲利普正在吵架 貌似吵得非常凶 威拉驾着她的水路两用车 一路杀去小岛 教堂里 威拉只见到安妮独自一人 其他三人刚刚离开 安妮介绍了争吵原因 案发那晚上 安妮看到菲利普和老乔 发生过争吵 现在老乔死了 安妮想弄清两人争吵原因 可菲利普一直不说 因此二人发生争吵 老乔是安妮初恋男友 因此安妮更关心老乔之死 安妮提到一个细节 老乔在写自传 是关于他们几人年轻时的故事 原本书名叫1977 可后来改为1982 并且已完成了第一章 威拉敏锐捕捉到 夏洛提到路易莎妹妹小辈 也是在同一年死去 难道老乔更改书名 与当年小辈之死有关吗 这点得到安妮证时 小辈确实那年被水淹死 老乔也提到 书中会揭露小辈死亡原因 但具体什么原因 老乔并没明说 时间来到第二天 只见那几个神经病 正在海中搓澡 威拉两人一头雾水 难道他们不冷吗 老乔刚死 你们就去海中搓澡 玩得到真溜啊 不过威拉更关心 那晚上 菲利普与老乔为什么争吵 菲利普解释 他觉得老乔利用 死去小辈当卖点 来吸引民众眼球 因此两人发生争执 菲利普介绍了 82年那次聚会 除眼下五人外 还有小辈和安妮的前夫丹妮 说话间 巴特打来电话 巴特去见了老乔经纪人 目前经纪人并不知道老乔死去 威拉提醒 从经纪人那里 将老乔自转手搞弄过来 情况已了解差不多 威拉通知几人可以离开小岛 不过警方会随时找他们问话 警局里 大家同步线索 黑妹查了小岛 案发晚上住客 目前一位女性客人 身份没得到核实 巴特已拿到老乔手稿 但只有第一针 稍后会打印出来 说话间 法医通知 那边已完成对老乔的事件 法医进一步证明 老乔死于他杀 他体内含大量酒精 凶手应该趁他酒醉时 把他捂死 但两位女性 凭借个人力量 无法将老乔调去房梁 除非他们联手作案 房间没发现其他人迪恩卫 但唯独一只杯子上 残留他人指纹 另外老乔睡衣上 发现半根头发 经过化验 半根头发来自路易莎 维拉准备审问路易莎 肯尼通知他 案发晚上 有邻居反馈 凌晨一点多听到 有车辆离开小岛 但十分钟后 又听到有车辆驶入小岛 目前不知道两台车 是否属于同一台 路易莎解释指纹原因 山姆身体患病 自己无钱请护工 希望老乔帮助 资助部分钱请一个护工 老乔一口答应下来 声称第二天会转钱给他们 路易莎介绍了妹妹死亡事情 妹妹离开时 与老乔发生争吵 应该是妹妹试图勾引老乔 当年妹妹风华正茂 从不放弃与男性接触机会 身边男性他都勾引过 山姆给两人带来一个消息 案发那晚上 她看到过下落来等上 从窗户往房间窥视过 两人来找一个叫丹妮的人 根据车辆定位 老乔死前的上午 曾来过对方家里 不错 丹妮也是安妮的前夫 丹妮介绍 两人是多年老友 老乔过来只是酗酒而已 只是让威拉没想到的是 丹妮现任妻子 居然是自己领导阿曼 阿曼因和别人有约 两人只能匆匆离开 在车上威拉介绍阿曼 这个女人雷厉风景 比自己爆炸威力还强 一定要小心应对 不然会惹来一屁股骚 两人来到律师这里 也为肯尼查到 老乔生前更改了遗嘱 遗嘱分为三份 一份给前妻下落 一份给前女友安妮 还有一份给妖折天使 妖折天使 是一家婴儿防促死慈善机构 律师这里提到 老乔的父亲 之前是一位医生 镇上很多邻居都找他看过病 两年前父亲去世 对老乔打击很大 老乔父亲叫凯尔 为了保护病人隐私 凯尔只是自己私人笔记 只能由老乔负责销毁 两人来找下落 核实山姆证词 不料他们来晚了 下落已被什么人 从楼上推下当场摔死 警局里已得到酒吧证实 案发时 下落确实去过小岛 他当时好像很难过 十一点后离开酒吧 而山姆看到 他是在十点 这样看来 下落不具备作案时间 为了两人来找安妮 因为目前安妮 是两起命案中最大受益者 即便拥有三分之一遗嘱 安妮也能得到 一百六十万英镑财产 安妮似乎并不知情 但她明白 那个叫夭折天使的慈善机构 据对方回忆 安妮当年和前夫丹妮 有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叫小林 正是因为小林突然夭折 丹妮才和安妮离婚 也为丹妮把孩子之死 归咎到安妮头上 认为是安妮没照顾好孩子 导致其死亡 女儿死亡时间 为1982年11月的某天 正是在他们聚会的前一个月 那时两人手上都没钱 他们只能住在房车里 小林死亡时只有三个月大 警局里 威拉正将线索同步给大家 比利带来消息 自小岛离开 他们一直没联系上菲利普 现在终于找到那伙行踪 他和一个叫朱莉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那个女人之前是他们几人的老师 两人决定去找朱莉了解情况 在路上 巴特带来夏洛尸检报告 夏洛体内虽有酒精含量 但非常低 应该在被杀前一天晚上喝过酒 夏洛指甲里 发现迪恩卫 暂时未匹配上结果 不排除是凶手的可能 这次菲利普说了实话 老乔死去前一晚上 两人争吵真正原因 老乔声称朱莉主动要和他上床 甚至要将此事写进书里 菲利普觉得不可能 他极力阻止老乔别那么干 因此两人争吵起来 朱莉这边也做了介绍 小岛首次聚会 其实由朱莉组织 那时老乔只是孩子 他当朱莉面 说了很多路骨挑逗类话 朱莉没理他自古休息去了 两人准备离开时 菲拉接到黑妹电话 他终于找到 血性骚扰报道的记者 据记者交代 女孩名叫丽莎 她母亲是一位高官 写那篇新闻 其实只为单纯获得流量而已 得到丽莎母亲名字 还是让菲拉大吃一惊 也为那人正是菲拉领导阿曼 丽莎这边得到证实 她情绪不好 老乔只是单纯给了她一个拥抱 不料被刚出道的记者看到 记者觉得可以大事炒作 于是有了那篇报道 后来母亲让记者闭嘴 但考虑到女儿事先没澄清此事 母亲怕民众认为丽莎撒谎 因此就成了不了了之的案件 菲拉气势汹汹 来到阿曼办公室 如此不靠谱的事情 你也干得出来 丽莎声称 老乔死亡那天去他们家 丽莎和母亲写过一份联合声明 那是一份澄清老乔声明的文件 菲拉需要那份正式文件 菲拉并且要了案发时 阿曼的不在场证明 结果惹来对方一阵白眼 但因自己理会在先 她只能提供给菲拉 警局里 大家带来消息 夏洛在老乔死后 与丹尼通过两次电话 通话时长分别为6分钟和31分钟 黑妹递来安妮女儿死亡证明 证明由老乔父亲开尔开除 但当时并未对女孩进行尸检 菲拉分析 老乔律师声称 老乔父亲有私人笔记 会不会老乔在整理父亲遗物 发现丹尼和安妮孩子死亡原因 从而遭到什么人报复呢 两人来找丹尼 试图了解一些夏洛通话线索 但丹尼解释 夏洛开店资金困难 让自己帮她投资些钱 可她手上也没钱 当然无法投资去夏洛那里 警局里 肯尼带来消息 阿玛母女不在场证明有效 但丹尼没来及核实 她声称老乔被杀时在爱丁堡 此时比利打来电话 看门人说 那栋房子有三套钥匙 凶手应该就是用第三套钥匙 进入房间弄死老乔 时隔不久 黑妹两人带来重要消息 他们确实找到了 老乔父亲的私人笔记 笔记中记载 是丹尼过失弄死自己的孩子 凯尔因和丹尼关系好 一直隐瞒下此事 因此并未对孩子进行尸检 维拉瞬间想起 岛上邻居声称 老乔被杀时 邻居听到两台车先后离开小岛 会不会是夏洛离开时 发现丹尼驾车上岛 后来老乔死去 夏洛判断应该是丹尼弄死老乔 所以丹尼才杀死夏洛灭口呢 就在大家说话时 笔利那边不好了 现在已联系不上对方 一帮人来到小岛 据看门人介绍 第三套钥匙当时给中介用 房子卖掉后 一直放在房子另一边 只有那个叫丹尼的人知道 看你打来电话 丹尼在老乔被杀时 确实在爱丁堡开过房 但直到凌晨四点半 房卡才有使用过记录 最终有人在水边发现比利 他被人打晕丢进海中 目前生死未卜 丛林中 丹尼抡起斧子正在劈柴 他见到找过来的威拉 根据手上线索威拉推断 当年丹尼失手杀死自己孩子 这一切被老乔父亲写进笔记 老乔整理父亲遗物 发现这一线索 准备写进自己的新书 不料被丹尼知道 他出手弄死了老乔 但案发时 夏洛看到丹尼开车去过小岛 后者怀疑对方是凶手 于是电话勒索丹尼 不料丹尼出手狠了 直接将夏洛也弄死了 因为丹尼没犯罪前科 虽然夏洛指甲残留敌恩来 却没匹配出结果 丹尼解释 当年给女儿喂药 只是为让安妮好好休息 不料一下喂太多 直接导致女儿死去 当丹尼偷偷将小岛房间钥匙 放回石头下时 不料被比利发现 因此才出手将其干掉 不过让你知道又怎样 你也快成一个死人了 说着丹尼手持斧子 朝着老太太逼过来 可老太太也不是好惹的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一个人过来 果然在阿曼带领下 一帮特警出现身后 几天后的警局里 大家正在过圣诞 比利走进房间 没错 小哥恢复的不错 可以自主吃饭了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 感谢关注 c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